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题 是求下列各极限值 第一小题是2n加1分之4n减3 再加上2n平方分之1减6n平方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步骤要怎么解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先判断 它的分子分母的次数是否相等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例题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有没有极限值这件事情 那它的分子分母的次数都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先去求它的极限值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2n加1分之4n减3 可以得到它的极限值是2 那2n平方减掉6n平方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极限值是-3 因此我们在求这两个相加极限值的时候 可以把它拆开 拆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是2加上-3 会得到-1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是2n加1分之4n平方减3 再减掉n分之2n平方减1 那这题我们要怎么解呢 我们要怎么解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一样先判断它的极限值存不存在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好像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它分子的次数比较大 所以代表说它们个别的极限值是不存在的 是得到无穷大跟无穷大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将原式通分化解完之后 再来求它的极限值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骤是将它们通分 可以得到是n乘上2n加1分之n乘上4n平方减3 减掉2n加1乘上2n平方减1 好把它化解之后呢 可以得到是2n平方加n分之-2n平方减n加1 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上下都同出于分母的最高次方 所以要把n平方除上去 n平方除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它会变成n平方 除完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极限值会变成2分之-2 会等于-1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答案了